去年我要去高雄拍戲 然後那天要下去之前 我超忙 就要準備很多事情 因為我還要下去 請問下高雄要準備什麼事情 高鐵票 衣服啊 也要拍戲的衣服啊 那些東西跟那個高鐵票 什麼都要準備 然後我就沒有時間 就是這五分鐘的事情 你花多多時間 你講一個比較 比較不容易被聽出語病的 那五分鐘就做好還叫耍被天王嗎 對對對 當然要五個小時啊 然後我就沒有時間 先準備我的晚餐 對 太趕 但是你會想說女友在家裡 都沒有事情做 一整天 你不能幫我煮一下一個晚餐嗎 煮個飯啊 太過分了吧 那就一樣啊 季妹妹每天在外面忙 你們不能幫忙煮個晚餐嗎 這個女子是一整天在家喔 他也是啊 一整天在家滑手機啊 結果他們發便當的時候 就是我不能吃的東西 就是一堆內張 如果內張味道 就我超不喜歡耶 就害我餓肚子 一直拍到九點半 還要再趕回來 然後已經快十二點 我才可以吃晚餐耶 明明可以煮個東西 不見得需要很好吃之後 他可以接受的 不是 你知道台灣的高鐵站 外面其實有很多便利商店 有很多的選擇 你買那些東西大概三分鐘 你就有一個東西可以吃了 你就自己懶惰 比較便宜嗎 在家裡煮真的比較便宜 而且這頓飯會缺乏 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是 就是愛 不會有愛 女朋友做的菜都有愛 你給老闆錢 老闆也會給你滿滿的愛 對 好不好 我那天去多買兩個包子 老闆愛我了耶 神經病 那因為我沒有生小 你單身時間應該比較OK啊 所以其實比起來我是比較鬆的 10點來起床 你把他板子給我折掉 怎麼 還有男朋友啊 我白天沒有工作的時候 這個是以白天如果我沒有要拍戲 或是比較沒有第一場的那種通告 對 正常我就是大概10點起床 然後這時間我男友還在睡覺 然後我因為我中午就是 我起來弄一弄嘛 然後我就要帶狗去散步 然後我吃個早餐帶狗去散步 這個時候他還剛起床 中午時間他剛起床 因為他的上班時間是大概1點 到晚上10點 他就是會睡到最後拉警報 他才要起來 他中間如果醒來 他連尿尿他都會想尿尿 然後就 繼續睡 然後散完步之後呢 我就開始要打掃家裡 然後打掃家裡的時候 他已經去上班了 我就打掃 然後中間可能我會有露營 如果是休息的時間我沒有露營 我的狗呢是每個禮拜要看醫生 我就要帶牠去看醫生 然後看完醫生再把牠帶回家 然後依然是要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完 然後就是 反正我是因為牠在上班 所以我就自己處理自己的吃飯啊什麼 那我是因為我不會煮 所以我都是在外面吃 然後晚上就是要遛狗 然後我遛狗回來呢 這個時間牠已經下班了 牠在家裡就是這樣 妳每... 很好啊 每天 很好啊 已經半夜啊 好廢喔 一直在滑手機 而且牠可以 我跟你講牠很厲害喔 牠可以從10點 然後一直玩手機玩到12點 還沒洗澡 那真的會令人火大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回家不先洗澡 牠就說 不是 我想要放鬆一下 你讓我打一下手機好不好 我現在這個還沒練完 我還有兩個帳號還沒練 對啊 然後你就很火想說 好 那你... 讓你打到12點 你趕快去洗澡 有時候我已經準備要睡了 牠才剛洗完澡出來 牠還要再打三個小時 因為牠那個遊戲 有三個帳號要練功 每天不練 就是過了12點 又會有新的任務 牠就很堅持一定要... 你看牠一天可以花三個小時 再打手流 那就是應該要練 什麼 你看男生多不會安排自己的時間 不是 其實牠的時間裡面是很多空檔 明明是你愛狗比你愛牠多 對啊 對啊 你怎麼跟狗 我的狗已經是一個老狗了 是嗎 天王 沒辦法 你看 你說牠早上起來 要去尿尿尿 結果我不去 你為什麼不帶牠去尿尿呢 對啊 牠是廢人嗎 我是看護嗎 對啊 這個中間就譬如說 今天大概12點要出門 因為我的工作比較早 那我可能早上起來 準備要化妝的時候 我就去洗衣服 因為洗衣服大概一個多小時 再加曬衣服嘛 然後我就趕快先去按洗衣機 按完之後化妝 話來話差不多聽到洗衣機 洗好了然後趕快去曬衣服曬一曬 東西拿一拿就出門 利用時間 就利用時間 可是男生就不會 有一次就是我太忙 我真的忘記 我早上起來又要整理這個 然後拿這個 然後是一整天的工作 我就忘了洗衣服 然後晚上要回家 他大爺今天心情好 想早點洗澡 洗完澡之後 他就全裸就走出來說 而內褲呢 我沒有內褲穿了 我說你沒有內�穿 所以你問我是什麼意思 他說不是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洗 我說 你沒有跟我說你沒有內褲穿 所以我今天就忙 我也來不及洗 那你一天 一個晚上不穿內褲會怎樣 好 我現在洗 我現在洗啊 你就給我等到衣服乾了 然後你才給我睡覺 然後你才給我睡覺 就很活的 因為你都忙進整天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吃的日常 對 就是一直在這些雜事裡面發火 對 就男生他也不會利用時間 而且重點是 你看我們剛剛是不是 講到一個重點 說我們三個的另外一半 都不斷地在滑手機 沒錯 對 你看像王仁甫他一整天 我真的覺得他是重度 就是中讀者耶 對 然後他滑手機的時間這麼長 我只要一拿起手機一滑 他就說 幹嘛一直在那邊玩手機 我說我在處理訂單 我不是 我就是覺得我還在處理訂單 我覺得這個話好耳熟喔 我們滑都是滑一些廢廢的東西 你們滑都是處理訂單 是真的 不然的 對啊 你們唯一會處理的訂單 就麥當勞訂單而已啊 你還會幹嘛 麥當勞不用滑手機 可是我真的覺得 譬如說 我在開車要去長途旅行的時候 女生在旁邊滑 只要有說 那我們可以聊個天嗎 彼此可以聊個天嗎 對 不然很容易睡著 她都說她在處理她的公事 唉唷 唉唷 你們現在怕自己睡著 就想找我們聊天 蛤 在家裡不聊天 一直滑手機 你們幹什麼東西呢 怎麼不怕我們坐家室 坐一坐睡著 就是嘛 奇怪了 你這一整段 我們還怕你滑手機滑一滑往生了 我們還怕你滑手機滑一滑往生了 我 不是我們現在 早上看手機滑一滑 我們就在看新聞 看特朗普最近做了手事 你講一次 今天的頭條給我聽 我還是覺得是台灣女生 真的不會抓時間 唉唷 就是有聽她說的就是 你們很會用利用時間 完全不會 你們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你們是喜歡吃同時間 把好多事情同時間做 因為不這樣子我們做不完啊 因為沒有時間都不完耶 要專心啊 對啊 不是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 男生動不動就來問說 為什麼沒煮飯 為什麼沒到那時候做不完 沒有喔 我跟你們講喔 不是這樣子喔 你們就是 一件事情是同時間做 可是每件事情都做得不好 那為什麼我們 那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事情 哪一件事情 沒有厲害一點 我的十句心情 你可以拿五件去做 我是不是可以慢慢來啊 我跟他不一樣 我跟你講大樓就在起火 你還大樓 出來 你閉嘴 你要害死我們 你來做第一排 這邊噴很痛 烏鴉出來 講完 剛剛不是說的嗎 阿龍不懂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就是孔子狂 有時候我們要助動幫忙 你們還說我們怎麼辦 也好像有耶 我來講一下就是 我就是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台灣喔 然後我一天在家裡忙 我自己的事情 他就進家裡 然後就好忙的感覺 一邊講電話 然後在那邊 開始把他的便當假熱 跟我的便當假熱 然後同事已經要把那個衣服 弄一弄 我說寶貝 你要不要我先幫忙 不要吵啦 我在講電話 你們要在看嗎 我說好吧 你先忙 結果他要做什麼 這邊講電話 把那個便當假熱對不對 然後就是一邊假熱 把那個衣服放在戲劇裡面 我就是在那邊看 就是不關他的 他自己要忙 他自己的設計 然後衣服放在便當裡面 結果呢 我就有一個味道嘛 衣服在加熱 沒有 衣服在微波爐 對 微波爐 這麼有燒 燒雕的味道 蛤 把那個二分鐘 連成二十二分鐘 連微波爐都不會用 真的是 便當酒燒雕了 好 算了 便當酒燒雕就算了 好 他繼續忙他的電話 我就去那邊收衣服啦 收衣服 嘿 這個衣服 蛤 他忙來忙去 就忘了把洗衣巾丟在裡面 洗衣巾沒有放好 對啊 就是每件事情 都要重新做啊 你們都把自己搞得很忙 反而更浪費時間 是 因為他同時間在做三件事 因為不這樣子他做不完 再來是 你已經知道他在忙了 你幹嘛還要問說要不要幫忙 你就主動去做就好 對啊 主動去做啊 為什麼還要問 他為什麼不能直接講電話就好 你已經看到他在忙了 對 那你覺得直覺上面他會出錯 他放進微波爐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去看一下啊 不行 都是他會做 兩位慢 是 是 果然壞壞 是不是 是 我老公就真的只是出一張嘴 用嘴巴在命令我做事 然後卻嫌我瞎忙 對 瞎忙 不是瞎忙 比如說我們要一起帶小孩出去 那你知道小孩出去 其實要準備很多東西 媽媽包永遠塞不完東西 永遠都覺得怕一樣東西漏掉 而且萬一真的少帶的時候 老公還會罵你說為什麼 對 然後呢我老公就會說 為什麼你這麼沒有邏輯觀念呢 為什麼你該用的東西 明明知道我們今天要出門 你昨天晚上就要先用好啊 然後奶瓶奶粉什麼 你應該都要用好 我說可是你奶粉如果你太早用 母奶太早拿出來 是不是會壞掉 對 所以你一定要當天那時候再拿 他說你忙了二十幾分鐘 我看你忙進忙出 一樣東西都好像沒有用 那請問一下那二十分鐘他在幹嘛 他就在那邊滑手機 對啊 男人結婚之後 只是IQ維持在二十五 保持口水不要滴下來 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你imes不成為 啦 他們說 你贏了 什麼 你贏了 誰 你打